谁把我的蜡烛吹熄了 庆生会最棒了 尼尔斯玩个不停 吃个不停 笑个不停 然而就跟大多数的孩子一样 庆生会让他最喜欢也最期待的 就是吹蜡烛的时候了 桌上有玩具恐龙 夹心棒棒糖 马卡龙和各种好吃的东西 终于大家一起围在桌边 唱着全世界最有名的那首歌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蜡烛的火焰照映在尼尔斯的眼睛里 他慢慢的吸足了气 整个胸膛鼓鼓的 这七根蜡烛一定抵挡不了 他嘴里吹出来的狂风 尼尔斯 祝你生日快乐 就快要唱完最后一句了 客厅里安静无声 尼尔斯看着爸爸妈妈 他们点点头说 吹吧 于是尼尔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然后不会吧 怎么可能 有人把他的蜡烛吹熄了 没有人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尼尔斯弄在那儿 双脚因为憋着刚刚的那一口气 而胀得通红 妈妈跟他说 亲爱的 你可以把气涂掉 我会帮你重新点燃蜡烛的 于是尼尔斯吐气再次吸气 鼓起胸膛 转头看看四周 确保旁边没有其他人会挡住他 当他们正要再来一次的时候 蜡烛又熄灭了 可是尼尔斯都还没有开始吹气呀 熄灭的蜡烛引起一阵骚动 尼尔斯哭了起来 他的爸爸妈妈开始互相指责 艾伯特 都是因为你把窗户打开 才不是我卡米尔 是你呼吸的太用力了 尼尔斯的眼泪 害他的朋友佩西跟着啥气 他说 可怜的尼尔斯 为什么不能让他好好吹蜡烛呢 佩西的啥气又影响了 尼尔斯最好的朋友拉尔 他看着身旁所有的人大声问道 是谁把我好朋友的蜡烛吹起了 就在这阵骚动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声音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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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声音太小 听不清楚 尼尔斯的妈妈要大家安静 噓 大家别说话了 现场安静下来之后 他继续说 好 我想现在大家都知道 是谁把蜡烛吹起了 全部的人都和尼尔斯的妈妈 往同一个方向看过去 就在离蛋糕不远的地方 米雷耶婆婆 也就是尼尔斯的曾祖母 正坐在她的轮椅上 婆婆 是你把蜡烛吹起的吗 卡米尔惊讶地问 米雷耶婆婆看起来有些淘气 又有点不好意思 她坦白地回答 亲爱的 没错 这是我把蜡烛吹起了 尼尔斯走到曾祖母的身旁问她 婆婆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蜡烛吹起呢 她摸摸尼尔斯的头 然后说 请原谅我 亲爱的 每次看这蛋糕上的蜡烛 我都会忍不住要把它吹起 小时候 我住在乡下 我的父母没有钱帮我买生日蛋糕 我们班上有个男生 家里很有钱 每年都会带蛋糕到学校庆生 而我最期待的就是吹蜡烛的时候了 那个男生 吹蜡烛的样子 让我想到三只小猪故事里的大野狼 他骄傲地鼓起胸膛 很用力 很用力地吹 吹到口水都飞了出来 但是我不在意 我只想要把蜡烛吹起 每个人都专心听着米雷耶婆婆说故事 尤其是尼尔斯听得特别出神 他问婆婆 后来你有把那个男生的蜡烛吹起吗 有啊 有一年的庆生会 我抢在他大口吹起之前 就先把蜡烛吹起了 婆婆 那时候你开心吗 那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刻 但是开心并没有持续很久 那个男生非常生气 他开始打我的头 老师叫我去教室外面角落罚站 等我妈妈来学校接我的时候 老师把这件事告诉他 结果我回家又被处罚了一次 从那天之后 只要班上有人庆身 我就得离开教室 自己一个人站在走廊上 直到大家唱完生日快乐歌 听完米雷耶婆婆的故事 大家的眼睛都湿湿的 米尔斯握住真祖母的手 对妈妈说 妈妈 请帮我点蜡烛 我找到可以跟我一起吹蜡烛的帮手了 大家开心的拍手 重新点燃蜡烛 再次唱起 祝你生日快乐 当期待已久的那一刻终于来临时 米尔斯看着真祖母 散发出喜悦光芒的脸庞 紧紧握着她的手 兴奋的说 婆婆 要开始咯 她们就像要把三只小猪的家 吹翻的大野狼一样 轻轻一吹 蜡烛的火焰就消失不见了 从这一天开始 米尔斯不再自己一个人吹生日蜡烛了 她希望米雷耶婆婆 可以永远跟她一起吹生日蜡烛 故事结束